我今天要跟大家做好幾次的案子 就是開放政府報告書 正式的名字叫做開放政府觀察報告 然後它是開放文化基金會的一個計劃 那主要是要盤點台灣2014年到2016年之間 關於開放政府的幾個面向 那目前這個報告是由我跟基金會的阿比一起在共同合作 然後我們會盤點幾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法律跟政策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是阿比在弄的 第二個部分是開放透明這一塊 主要是看開放資料的部分 第三個部分是看公民參與 然後第四個部分是看公司協力 那大家可以看出來這個規模實在非常的龐大 所以在這邊就很需要大家的幫忙 那我們主要這次在大雙要做的還是之前一直在做的 就是開放資料的一個盤點 那我們使用的方法是那個open data barometer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跟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open data index 所以台灣一直得到好棒棒第一名的那個不太一樣 就是他除了盤點資料其實本身之外 他還盤點他的政策的相關的背景賣歐 然後還有他的影響力 所以他包括直信跟量化的部分 那他最後呈現出來的話 這邊是他們做的之前的年份 是會有幾個國家的比較 那我們這次是以他的方法論 那是做台灣為主這樣子 那做出來希望可以做出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分析圖表 那剛剛看到的是就是不同國家 那台灣狀況呢 我們不久前又不小心得到了第一名喔 但這第一名還是要打一個問號加金看好 就是到底真的有這麼第一名嗎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其實盤點的資料集 就是這15項 你可以說蠻rendum 或者是說他們主觀上認為這15項是重要的 需要盤點的 那他其實盤點的就是15個資料集 或是可能裡面多個一兩個而已 其實他盤點的是幾千個裡面的可能幾百分之一而已喔 那我們在做的是之前已經做了盤點平台跟資料集 那我現在用的是G0D他們之前有做一個20項的一個分類結構 那現在盤點至少會有100個資料集在這邊 然後會有一個比較有結構性的方式 那現在在徵求的其實是已經盤點完了 是徵求Reviewer的部分喔 然後除此之外 我們也有針對背景偵測的影響力做比較直性的分析 然後有些文字的部分也都之前有釋出 然後請大家一起來糾錯 那目前我粗略算出來的分數長資料喔 但是實際上喔 這分數沒有Reviewer之前喔 其實都不算真的喔 所以我們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號召所有 對Open Data有興趣的人一起來幫我做檢查的部分 然後另外這個剛才Reviewer如果看好的話 我們也會需要那個前段的工程師來幫我做視覺化這樣子 這是這個部分 謝謝 好 謝謝